彰化市金马路上一间二手车行 在4号凌晨 有一群恶煞 5个人组成了杂车大队 朝着车行外摆放的 四部车辆疯狂猛杂 夸张的行径 全被路过的民众 用手机拍了下来 警方追查 车行的徐姓员工 跟杂车的陈姓祖贤 分别是一名女子的前后任男友 陈姓祖贤不满徐姓男子 在外头乱放话 说女友的不是 因此促进大发 撂人杂车 民众开车经过一间二手车行 警戒一群恶煞 组成杂车大队 朝着停在车行外的车 火爆猛杂 车行监视器也拍到 一开始一共五台车陆续抵达 接着陈姓祖贤下车 直接走到马路中央指挥调度 先是白车倒车冲撞车行 再来一群人分座左右两批 有的拿球棒 有的拿三角锥 看到车就砸 短短一分多钟 车子砸完立刻鸟受散 恶行恶状全被 拍了下来 白天重回现场被砸的车 至少四辆毁损 当风玻璃和车窗不是被砸碎 就是被敲成蜘蛛网状 事发突然附近民众 也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杂车事件就发生在4号凌晨 彰化是金马路上的一间二手车行 警方获报追查 原来陈姓男子的现任女友 是车行徐姓员工的前女友 不满对方在外面乱放话 说女友不是 引来陈姓男子不满 触境大发 选在大半夜 绕人砸车泄愤 车行被这一砸损失惨重 警方也火速掉跃 监视器在同一天 逮捕动手砸车的四个人 以毁损妨害秩序等罪送办 一个都别想逃 接下来我们的彰化 这么多 感谢观看